在台湾的七戸有一个由姥姥姥共同经营的草门团 应建设它无多的方式来管理 现在随着天气非常转变 草门的三轨也将来到 有过一个过前两个礼拜的第四开红班草门 欢迎民众全公提案 现在天气非常转变 也将建立草门的三轨 七戸的草门团的老家姥姥当在没人建立草门的材料 准备散到其他农友那里 因为受到企业的影响 做很多地方的草门并还叫医生更严重 今年大府那边的大小儿的病情比较严重 所以他们现在都缺了苗栽 不然哪有同一阶南部的人来我们这边剥苗 还有碳居是每一年都有的 南部有好处也有坏处 南部好处就是它熟得比较快 没有像他们中部以上中北部的熟得比较慢 南部熟得快但是快的坏处就是说它比较容易得病 草莓的存活就是跟气候的关系比较大 因为它是冬天的作物嘛 大家都知道中部的草门非常出名 不过在台南七岗也能看到这些草门的地方 这堆老婆坚持一直没得理念草职 并且在北析不处的空间 希望让每一位来到草门的人客都能享受到入住 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创造一个幸福的地方 但大家来都是笑着来 然后很欢乐的回去 所以我们把每个客人都当作朋友 那所以这一场我们特地设定无障碍空间 我们希望藏战朋友他有机会到户外 他可以没有挂碍的去自行的活动 可以这样去采草莓 母亲老妓也有嫁在二十六月中孙前后 就可以开放放枯 也欢迎民众告诉郑翁天鹅猜唱员 平常找到开放行中的七岗猜员 记者什么的七岗哭 猜猜不得